好 我看第二題 題目說 你只有個時數 x 是 y 好 這個很小心喔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他們告訴你說 x 是 y 大於等於 0 他沒說 他沒有說這件事情喔 要小心喔 沒有說 x 是 y 用的大於 0 好 但是他講了這句話 他說 4 x 零方加 9 y 零方等於 14 請問你 x 是 y 的範圍是多少 好 我先告訴你怎麼想 這個題目呢 其實告訴你是 他給我條件是 x 跟 y 相加的結果 當然因為我加零方的關係 也就是說他告訴你兩個數字 兩個位置數相加 他想你找出來兩個數字怎樣 相乘 來 我再說一遍喔 因為告訴你怎麼利用 AI 的邏輯去想 題目給我條件是告訴我 兩個位置數相加 看到嗎 但前面細數我就先不說了 然後他要找出來兩個位置數相乘的那個範圍 懂嗎 再說一遍 我給你相加 因爲找出來相乘的結果 那一定跟誰會有關係 可能會有關係是 算數平均數大於幾何平均數 所以我給你建議是先把寫上去 就是 2 分之 A 加 B 應該大一點多少 更號 AB 你用這個邏輯去想 比較有機會想出來 所以你猜 題目給我這個條件裡面的話 這個 4 x 零方加 9 零方 你會用公式裡面哪個部分 所以左邊 就是 2 分之 A 加 B 對不對 我就帶進去吧 所以變成是 2 分之 4 零方加 9 零方 看懂了齁 好 那如果你是電腦的話呢 你應該就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你又把這個地方叛變成什麼 它就是 A 這個呢 叛變成 B 所以很像 2 分之 A 加 B 會大於誰 更號 AB 對不對 所以它會大於等於 更號 那個 A 呢 不是大 A 喔 而是像這個 4 零方 所以要大於等於 4 零方 乘上 B 是什麼 9 Y 零方 那你當你這樣寫的時候 你發現 A 題目就好像 感覺我有機會算出來 對不對 後面就是只是細部的那個 計算你要小心的問題而已 你如果能夠想要這一行的話 其實你已經完成了 AI 裡面最困難的步驟了 就是怎麼無中生有 後面只是你計算你熟不熟練的問題 還是熟不熟練不好意思 這個電腦就是超強的 對不對 因為計算過程是固定的 好 所以我們看怎麼算 來 4 X 零方加 9 Y 零方 不是 14 嗎 所以這邊我變成是 2 分之 14 然後大於等於多少 更號 來 4 X 零方乘以 9 Y 零方 你如果把它合併變得好 變成是 36 X 零方 Y 零方 對吧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他有沒有符合我之前講過的題目 就是 A 要大於等於 0 B 要大於等於 0 然後才出現這個結果 A 要大於等於 0 B 要大於等於 0 B 要大於等於 0 才出現這個結果 因為原本沒有說 但是在這邊可以的原因 是因為 4 X 零方 因為他講他 X 是正的對不對 所以他有 4 零方 是正的 9 Y 零方 也會正的 所以這邊呢 也會正的 但是我問你喔 我告訴你 4 X 零方是正的 就代表 X 是正的嗎 不一定喔 因為 X 有本事負的 但平方出來之後呢 又變正的了 所以想像這個次序的問題 會啦齁 好 然後接下來這個量 能不能寫到的嗎 好 怎麼做呢 來這個 2分14 變成是 7 我寫慢一點好不好 大於等於 因為 B 要講慢一點 這裡寫是 36 X 零方 Y 零方 你應該把他解換成多少 6 X Y 括號平方吧 然後它叫什麼 根號 然後平方跟根號是可以幹嘛 消掉 所以只剩誰 6 X Y 零方 但是這邊請你小心 你不能只寫6 X Y 我寫錯應該是 7 才對 我只不寫6 X Y 知道嗎 因為 X Y 有可能是負的 我只確定 X 零方跟 Y 零方正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你去到平方的時候 請這邊怎麼辦 加絕對值才對 聽懂嗎 因為平方跟根號消掉之後 根號出外結果應該正的才對嘛 所以我為了保證是正的 做完加絕對值 好 接下來就是活動方法 去到絕對值 是不是代表 6 X Y 是不是小於等於 7 那大於等於多少 負7 因為我覺醒可以借以7 跟負7之間嘛 這樣才符合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辦 通通處多少 6 所以變成是 6分之7 大於等於X Y 大於等於6分之負7 這個才是你的範圍 對嗎 要小心這個地方 就是 厘一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